從華為 Mate 60 系列開始 華為基於自身的技術實力 一直在不斷的給消費者提供創新體驗 有實用型的 也有帶情緒價值的 並且這種創新的同樣體現在內部結構設計上 那麼這次的 Mate 80 系列又會帶來什麼樣的新鮮感呢? 我們邊拆邊聊 開拆前先插播一則廣告 之前和大家分享過的我們的精品鋼化膜 響貼系列也給 Mate 80 系列安排了 目前已經上架在售 精準3D 熱腕帶來的覆蓋率和邊緣順滑感 用過的朋友都知道 很爽 有需求的朋友們可以去我們店鋪購買 鏈接我放在評論區置頂了 第一步 關機後取出卡托 兩者卡托均為雙卡背後備放置 繼續沿用 Mate 70 系列的橫置佈局 材質為金屬加塑料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拆卸後蓋 由於 Pro Max 的後蓋選用金屬材質 為了避免金屬後蓋對金屬邊框天線 產生影響 華為特意在兩者的連接處增加了一整圈的住宿來隔絕 而後蓋為頸先材質的 Mate 80 就不需要這樣的設計了 加熱後 酒精配合差一片滑開粘膠分離後蓋 兩者 Deco 的裝飾板和攝像頭鏡片均採用一體化設計 所以材質必然是玻璃了 來到後蓋內側 Pro Max 的後蓋通過四周粘膠和多根線位柱固定在機身上 內側密密麻麻的走刀痕跡可以確定採用 CNC 加工而成 中間為了保證無線充電功能正常工作 只能使用頸先材質拼接 兩款電池的對應位置 都有貼泡棉填充機內間隙 提供緩衝保護 Pro Max 還在充電線圈周圍添置了散熱膜 一直延伸到了底部揚人器的對應位置 以加強整機的軍人能力 而 Mate 80 這邊則沒有 兩者 Deco 內襯都採用金屬加住宿的 CNC 一體成型方案打造 所以 Deco 的裝飾圈 也都是金屬材質 Pro Max 的內襯通過粘膠加四顆螺絲的方式固定在後蓋上 Mai 80 這邊則是六顆螺絲加粘膠的方式固定 由於 Mate 80 的後蓋是頸先材質 為了保證 Deco 四周的抗衝擊性能 華為還特意加了一個金屬環來增加此區域的結構強度 Mai 80 的 NFT 線圈圍繞在潛望和超光角鏡頭四周 Pro Max 則藏在了 Deco 的內部 兩者線圈的擺放位置都是合理方便使用的 防塵秘密碼面都分佈在所有後射 後置紅外發射器閃光燈 後置環境光傳感器 激光對腰模組 以及後置麥克風收聲孔四周 其中主攝和潛望的泡棉內還有額外的粘膠來提高防塵秘密碼效果 收聲孔內添加白色防水透氣膜 透氣膜同樣出現在兩者內襯的右上角 透氣膜下就是平衡手機內外氣壓的卸壓孔 它和後置麥克風收聲孔一同通向 Deco 邊緣的微縫開孔 不過兩者的微縫開孔位置略有不同 Pro Max 在 Deco 頂部 Mai 80 則放在五點鐘方向 第三步 拆卸主板 兩款都採用傳統的三段式結構 除四周常規粘膠外 還在主板和副板區域設計有多處額外點膠加固 增強整機的密閉性和結構強度 內部的結構佈局差異不大 影像的外圍配置完全一致 都配備有後置麥克風 後置環境完全感器 一顆閃光的燈珠 用於萬能遙控的後置紅外發射器 以及激光對腰模組 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鏡頭部分 Pro Max 的鏡頭模組不僅尺寸更大 還要比 Mate 80 多一顆潛望 Mai 80 主攝四周空出的大量空間 是為了在相同機身內放下 80 Pro 上的那顆1.28分之1英寸的大尺寸主攝 機身中間都配備有無線充電線圈 但 Pro Max 支持最高80W 的功率 Mai 80 則為 50W 但都支持無線反向充電 兩者充電線圈下方的散熱膜都基本將電池完全覆蓋 下主板區的所有螺絲挑開卡扣 翻開主板蓋板 就能看到充電線圈下方的散熱膜 向上插入了潛望模組底部 挑開部分接口取出部分鏡頭 可以看到散熱膜覆蓋了潛望長焦 CMOS 所在的位置 同時也是主板的核心發熱區域 Mai 80 這邊也有類似的設計 CR 散熱膜即可將主板蓋板和無線充電線圈一同取出 兩者的蓋板材質都是金屬加塑料 Pro Max 在前設位置貼有一小片銅箔 Mai 80 則在頂部養生器區域有相同的照顧 蓋板內側壓緊填充泡棉分布在部分接口和頂部養生器位置 前設和其餘接口貼有包裹泡棉的導電布 它既能提供電氣防護也能防止部件鬆動 充電線圈背面的散熱膜面積兩者都接近 6000 平方毫米 回到主體部分 挑開兩個電視接口進行斷電 隨後挑開主板上的剩餘接口取出兩個前設 主設的接口還固定在主板背面暫時無法取出 下四顆螺絲取出主板 挑開接口分離主設 兩者的後設除紅風鏡頭外 均有金屬防滾架的保護 鏡頭背面 潛望模組覆蓋銅箔屏蔽電子干擾 Pro Max 的主設提供泡棉 提供緩衝保護 攝像頭的基本信息大家看圖 CMOS 的型號還是一如既往的進行了隱藏 Pro Max 的所有後設都和 Mate 80 不同 主設和潛望長焦從模組尺寸上就能看出明顯差異 超廣角雖然模組的尺寸一致 但 Pro Max 用的是 RYYB 傳感器 Mate 80 則是 RGGB 其他鏡頭方面 紅風原色鏡頭一同升級到了第二代 兩者的前設規格一致 都配備了自動對焦功能 3D 深感攝像頭終於下放到了標準版 Mate 80 用戶也有多種支付驗證方式了 來到主板 兩款雖然都是雙層碟板設計 但疊層區域均未涉及到 SOC 位置 主板的版型比較相似 但不完全一致 下層版均採用 0.57mm 厚的板材 主設都採用破板下層設計 直觸 VC 其餘鏡頭和核心三大件的相對位置大家直接看圖 主板接口和小輯件四周沒有發現防護措施 Pro Max 的兩個潛望對應位置均添加有金屬片來增強 結果穩定性也有助於主板散熱 金屬片上有做居然處理來解決電氣安全問題 Mate 80 這邊則為屏蔽罩 頂部麥克風都集成在主板左上角 正反兩面的薄弱位置都有金屬片的加固 頂部的 TOP 發射器四周添置金屬框保護 主要發射芯片區域 涂有的導熱材料 具體芯片信息就不展示了 有興趣的朋友們建議自行探索 取出頂部揚人器 Pro Max 採用戈爾股份三陣模設計的 1017A 內部沒有填充 N-BASE 聲學增強材料 它有兩組共6個觸點連接主板 這非常少見 因為它有防露音功能 如畫面所示 頂部揚人器發出的聲音通過機身頂部的微縫傳出 邊框上的這兩個小孔 就是小震膜相反聲波的出音孔 遠端的小孔則是頂部麥克風的收聲孔 而 Mate 80 這邊則沒有這樣的設計 因為 Mate 80 的頂部揚人器 繼續引用戈爾股份 1115A 規格 沒有配備防露音功能 內部同樣也沒有填充 N-BASE 聲學增強材料 取出前置傳感器小板 兩者都採用便於維修的獨立模式化設計 上方集成有前置的環境管傳感器 都配備了兩顆激光發射器實現正常距離的感應 兩者都搭載有前後兩顆環境管傳感器 屬於旗艦機的標準配置了 中框主板區域 兩者的兩個前設都使用膠圈密封 頂部麥克風收聲孔均配備防露音泡棉 加白色防水透氣膜 主攝和 SOC 的對應位置都做了鏤空設計 使得它們發出的熱量 可以更加直接的傳導至VC 均熱板帶走 上方覆蓋的散熱膜和導熱材料也是相同的作用 鏡頭的線位結構上還有紅黃兩色的膠墊提供緩充保護 第四步拆卸敷板部分 卸下敷板區域的所有螺絲 拉出同軸線 取出敷板蓋板 蓋板材質都是金屬加塑料 內側接口對應位置 提有壓緊泡棉防止接觸不良 兩者底部揚人器表面隱約可見的開孔 證明它們都採用開放後槍設計 開放後可以利用整個機身的內部空間作為後槍實現更好的低頻效果 底部發聲單元都是戈爾股份的1116H 規格 採用了開放後槍設計 內部也就沒有必要再填充N-BASE 升學增強材料了 取出馬達上的蓋板 挑開副板上的所有接口 取出副板 Pro Max 的副板來自華通電腦 Mate 80 則為安傑莉美維 都採用0.45mm厚的板材 副板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沒有發現防護措施 但設計有多處金屬片加固 上方機身有底部麥克風和SIM卡卡槽 兩者都配備了三顆麥克風 屬於旗艦機的常規配置 尤其是Mate 80 相比上載Mate 70 加入了後置麥克風後縮小了標準版和Pro的配置差距 取出尾插排線 兩者 Type-C 接口內側都配備防塵防水膠圈 速率依舊是統一的5Gbps USB 3.1 正義規格 支持DP視頻輸出 但在有線反充功率上 兩者有所差異 Pro Max 最高可以支持到18W 而Mate 80 只有5W 在給其他設備應急補電時 Pro Max 的優勢會比較明顯 舉出 X 軸線性馬達 都沿用ELA 8282 規格 它在排行榜的這個位置 中光輔版區域 兩者底部麥克風收聲孔 都配備有防露音泡棉加白色防水頭筋膜 收聲孔全部採用L 型防袋設計 底部人技出聲孔使用紅色膠圈加防塵網保護 防護性能上這次是全線拉屏 標準版也不再區別對待了 均通過了6米水深30分鐘的IP68浸泡測試 以及高溫高壓的 IP69 噴水測試 第五步拆電池 觀察電池四周沒有發現快拆設計 酒精配合拆機片取出電池 都採用單電芯雙接口方案 Pro Max 的容量是 6000mAh 相比上提高了 300mAh Mate 80 略小一點 有 5750mAh 相比上提高了 450mAh Pro Max 的電池製造商為東莞新能德 Mate 80 則是深圳新旺達 但電芯都是來自巨頭 ATL 能量密度通過包裝尺寸計算 Pro Max 在 836 左右 Mate 80 則是 837 上下 密度差距非常小 均略低於上個月剛拆過的 Mate 70 Air 但也排在我們拆過的所有華為手機中的第23名了 但和目前國內友商相比 能量密度上還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私架保護板上的GN 貼紙 兩者的保護板厚度僅在 0.5mm 左右 都要比 Mate 70 Air 的 1.7mm 薄非常多 並且還採用了 CFPAC 工藝 將保護板的堆疊方式從 Y 軸改為 Z 軸 存出空間 給到電芯加到容量 Pro Max 的包裝內附帶有 100W 的 C 口快充頭 Mate 80 則是 66W 它倆的體積都非常的小 拿今年友商相同功率的快充頭來做對比 就能直觀的看出這個差距了 最後一步拆屏幕 加入後酒精配合拆機片 滑蓋戰膠 分離屏幕 兩者都選用 LTPO 的 OLED 直屏 Pro Max 是 6.9 英寸 Mate 80 略小一點 6.75 都採用 1.5K 分辨率 PPI 的 Pro Max 是 455 Mate 80 則是 460 數值差距很小 清晰度都在一個水平線上 表面都覆蓋有 第二代昆仑玻璃 調光方面 都是華為的老傳統 高亮度類 DC 低亮度 1440Hz 的高頻 PWM 由於雙層 OLED 從非凡大師下放到了 Pro Max 導致兩者的亮度差距還是非常大的 實測 手動全屏和強光激發 Pro Max 的亮度都幾乎是 Mate 80 的兩倍了 10% 窗口下的差距更是擴大到 3000 多尼特 這雙層 OLED 確實夠猛 來到屏幕背面 華為在 VC 和屏幕銅箔之間加入了大量的導熱材料來加強整機的散熱能力 這個操作還是非常少見的 兩者屏幕背面都有全覆蓋銅箔 由於沒有屏下指紋 中間也就沒有必要開孔了 驅動板上覆蓋抗干擾貼紙 初衡ISD 都採用上代同款的繪錠 GT9916s VC 上都覆蓋有略小一圈的散熱膜 Pro Max 的散熱膜面積在 6100 平方毫米左右 Mate 80 則在 5100 平方毫米上下 4 下散熱膜就能看到兩者的 VC 均熱板了 從 VC 的顏色和質地來看 Pro Max 應該是銅合金 Mate 80 則大概率是不鏽鋼 VC 的面積 Pro Max 接近 7200 Mate 80 大概是 6300 平方毫米 加熱後酒精配合插漆片取下 VC 剪開封邊打開均熱板就能看到兩者的內部的結構是有明顯差異的 Pro Max 是打孔的一個結構 Mate 80 則還是傳統的銅網編織結構 發佈會上華為稱 Pro Max 的均熱板為微孔膜雪絨 VC 這種結構相比傳統的銅網編織在冷卻循環效率上提高了 80% 最後的中光總成 兩者都採用納米助速加 CNC 一體成型方案 邊框和內框都是 6 系的鋁合金 邊框都安裝有集成指紋功能的開機鍵 Pro Max 沒有延續上代 Mate 70 Pro 家的鈦合金邊框 應該是考慮到整齊重量的原因 畢竟後蓋用了金屬後實測重量已經逼近半斤了 好了拆解就到這裡 Pro Max 整齊有三種共 27 顆螺絲 Mate 80 則是三種共 31 顆螺絲 從標準版和 Pro Max 內部結構用料來看 這次 Mate 80 系列統一下放了不少配置 標準版變得更好用了 Pro Max 變得更旗艱了 今年的 RS 除了一些外圍配置和外觀設計上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優勢了 體驗方面這次的紅風影像非常亮眼 至於原生鴻蒙的適配度問題 我覺得與其糾結它的功能完整性 你不如看看自己實際的使用需求 只要能覆蓋你的日常操作 那就是一個好系統 順便解釋一下 今年的 Huawei Mate 80 系列拆解為什麼這麼晚才發 原因肯定不是我們偷懶 而是因為我們賬號的內容關係 即便不說芯片也相對比較敏感 但這裡肯定和華為無關 部分朋友不要瞎帶節奏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 我是歐斌 我們下期享拆再見